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就在美国贸易代表团刚刚返回美国 表示这次在上海不到半天的中美磋商是建设性的话音未落 周五 美国总统川普突然连发四推 宣布要从9月1日起向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 应验了我不久前所说的 耐心有限的川普早晚对着默默唧唧的贸易谈判不耐烦 说不定哪天就发推让世界目瞪口呆 果不其然 只是这一天来的还是有点太快 川普在推文中批评中共说话不算数 多次出尔反尔 答应要买美国农产品却迟迟不买 答应不再向美国出售芬太尼却还在贩卖 忍无可忍之下 川普宣布加税 至此 中国每年向美国出口的所有产品无一幸免 通通被加增了关税 显然中共的拖延伎俩被川普识破 于是习近平从好朋友变成了不那么好的朋友 再发展下去 极有可能从不那么好的朋友变成死对头 面对川普的四连推 中共也不甘示弱 第二天 头号喉舌央视的新闻联播罕见的五连批 针对美国的加税举动做出了回应 先是商务部发言人表示强烈反对并坚决捍卫 接着是外交部发言人表态不会接受和不会让步 再引述专家的发言 痛骂美国无视诚意 违背共识 接下来 咬牙发狠自我壮胆的扬言 不惹事也不怕事 中方有底气也有能力应对 还不解恨 最后还把没发表的 第二天才复印健报的人民日报评论文章 先拿出来读了一遍 题目是关税大棒逆民意 也解决不了问题 叙叙叨叨的重复那句 绝不惧怕任何极限施压 这罕见的五连批涵盖了官方表态 专家分析 媒体评论及破腐骂街 说明川普这下确实打着了他的七寸 才惹得他如此恼羞成怒 发言人华春莹也从前一天的呵呵两声 而变得气急败坏 严正抗议 应该说中美贸易谈判走到今天这一步 都是因为中共错判了形势 觉得用几十年屡试不爽的欺骗 拖延手段和玩文字游戏就能蒙混过关 毕竟从布什 克林顿到奥巴马 就是这么一路骗过来的 可没想到这片数在川普这里却玩不转了 虽然川普这次在推中仍表示 期待与中国就达成全面贸易协议 展开积极对话 认为两国未来关系将非常光明 但显然这只是一句不得不说的外交辞令 恐怕没人相信在中共垮台之前 中美两国会达成任何协议 就在川普发推增加关税的同一天 香港市民反送中的运动 也出现了罕见的一幕 素以政治中立为原则的香港公务员不再沉默 四万香港公务员抛弃所谓的中立立场 加入了抗议者的行列 他们打出了公仆同仁与民同行的标语 提出五大诉求 包括支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撤销所有抗争者控罪等等 政府工作人员以公职身份 发起反对政府做法的集会 在香港历史上还是首次 用倒戈来形容也不为过 这也充分表明了中共操控下的港府 以及已经黑化了的港警 有多么的不得人心 不过也有支持林郑月娥和香港警方的 北韩党媒劳动新闻就批评国际社会 支持香港市民反送中运动 中共喜出望外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急忙在第一时间感谢金正恩的支持 这次该轮到国际社会 对华春莹呵呵两声了 诶 哥们 发什么胆呢 哎 郁闷了 咋了 这物价飞涨 股票暴跌 能不愁吗 哎 我不仅面临物价飞涨 股票暴跌 还面临小孩上学的问题 我儿子马上就要上小学了 可这学区房还没着落呢 这可怎么办呢 哎呀 我有办法呀 你有办法 我是说啊 我虽然不能给你们解决这些事 但是啊 我能让你们忘却烦恼 暂时解脱 哦 哎 来来来来 来看 第八 是啥 这个地八是百度第一贴吧 没听说过 第八出征寸草不生 这听着是有点耳熟啊 哦 是不是那年台湾大选 蔡英文当上总统 一群网军翻墙攻入台湾各大媒体的脸书粉丝团 短短四个小时 就有三万多条留言刷完 没错 就是地八干的 哎 还有去年一个瑞典的脱口秀节目辱华 说咱们中国人在瑞典行为不道 那次也是地八集体越狱 啊 我们说集体翻墙 瞬间就淹没了瑞典的电视台和外交部的Facebook 没错 这事也是地八干的 这缺心眼的事咋都是地八干的 怎么能叫缺心眼呢 这叫散心 你不是正郁闷吗 跟着地八出征 让你立马感受一下打了鸡血的感觉 帮你地马神经 哦 我们说地马精神 哎 啥 地八又要出征了 这回哪有辱华了 这会儿 事闹大了 地八要出征香港 香港 一看你们就没翻墙 这么大的事都不知道 香港游行都快俩月了 港警都出动了 黑社会也出动了 啊 港警围剿黑社会 哎 不是 不是 是港警配合黑社会 啥 这香港警匪拼 啥时候改画风了 具体什么情况我也不太清楚 反正吧 就是有人上街游行 说是要反 反送中 啊 送中 给谁送中啊 哦 是给李鹏送中吧 嗯 是该反 嗯 瞧瞧 人香港人多仗义 这六四都过去多少年了 还不忘谁是责任人呢 什么呀 不是你们说的这回事 看来你们不翻墙都变傻了 简单的说 就是香港人上街游行 反对中央的一国一制政策 哎 等等等等 哎 不是一国两制吗 什么时候变成一国一制了 哦 我懂了 中央就需要通过这些政策 一点一点 把香港变成一国一制 所以香港人就不干了 对 还是你聪明 所以啊 香港人就上街游行了 可这游行啊 就是要跟我党对峙干 所以在我党的支持下 这港警和黑社会 就联手一起收拾这帮上街的 当然第八也不能袖手旁观啊 所以这次第八的主要任务 就是要洗版香港十江平台 哎 问一句啊 这翻墙不是违法吗 你一个人翻墙违法 我们这有组织的翻墙 就不算违法 这叫爱我 哎 那具体怎么翻呢 很简单 就是打开电脑 按照我们预定的时间 集体翻墙 然后准备好表情包 上去之后 猛砸表情包 砸晕了它 这人表情包 就能把反华设例给砸晕啊 哎呀 这就是一形容 形容懂吗 是砸不晕它 砸不晕它 这么恶心死它 行 行吧 你们别小看这第八的实力啊 其实前天啊 第八就小规模的出征了一次 战果辉煌所向皮尼 所以这次啊 第八决定来个大规模的 计划组织一万两千名网军 三个小时洗版香港社交平台 啥 一万两千名网军 这病人这么多 你这怎么说话呢 你不缺也不缺你一个 怎么样 你行不想加入 哦 我倒是想试试啊 不过啊 这种事得看清风向 别犯什么政治错误啊 别我前头刚第八出征 回来 就应用牺牲了 哎呀 就放心吧 第八翻墙爱国这都是上口允许的 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我们这都是小打小闹 真正的大动作 还在后头呢 啥 还有啥大动作 新闻里播的李鹏复告 你们仔细看了没 看了呀 复告里说啊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 李鹏同志 旗帜鲜明的平息了反革命暴乱 哎 这事说的就是六四吧 这李鹏之前是写过日记 说有人早有预谋把他推到第一线 意思就是 这六四事件不能奈他 他只是个执行命令的人 现在复告说六四就是他干的 看来中央已经商量好了 六四这事就得李鹏背锅 得 这李鹏日记啊 算是白写了 哎 我说你俩 就是看不到重点 六四这事是不是李鹏干的 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事跟香港有关 我听到的可靠消息啊 是党中央要借着李鹏复告 高调肯定六四 被出兵香港铺路呢 你这可靠消息都是哪儿听来的呀 当然是翻墙看的了 那要不我也跟你一块儿出征一趟 顺便翻翻墙 嗯 那我就不出征了 我观战行不行啊 顺便也翻翻墙 你 哦 这样就算翻到墙外了 哎 咱好容易翻到墙外了 看看自由社会的新闻 咋写的 哎 咱可说好了 你看也成 那是为了深入敌后摸清情况 可别被敌影给腐蚀了啊 这些打人的白衣人 就是你刚说的香港黑社会吧 哎呀妈呀 打得可够狠的 跟咱们大陆公安有一拼呢 呦 这跟他们握手的是谁啊 哦 对了 我正要跟你们介绍 这人叫何君尧 是个议员 不过实际上是自己人 用香港人的话说呢 他有相黑共背景 相就是当地势力 黑就是黑社会势力 共呢就是共产党势力 就因为他跟白衣人握手 被人拍到了 所以香港人啊 对他民分很大 这次我们出征的事任务之一啊 就是要声援何君尧 哦 那什么时候开始行动啊 今晚八点提前上线等着 时间一到我们就准备好表情包 到时候 完了完了完了 又咋啦 第八好几个管理员都被人肉了 第八新通知今晚的出征行动取消 嘿 真实姓名 身份证号 家庭住址 手机号 QQ 财富通知付宝 银行卡 都被人贴出来了 哎呀妈呀 这怎么人肉出来的呀 这肯定是网络实名制 上网要和你的个人信息绑定 早就没有隐私了 稍微动点技术的人 就有办法把你的个人资料 全部搞出来 哎呦 刚有八友传过来的信息 说第八管理员都被请去喝茶了 不会吧 这第八出征不是为了爱国吗 怎么也被请去喝茶了 那是不是因为翻墙呢 不会吧 我们翻墙是为了爱国 又不是真的想越狱 哦 要不就是因为打得太窝囊了 还没打就被人端了 手占不力 所以被喝茶了 我搅着吧 这狗还没放呢 就被主子给收了 这个呀不能叫手占不力 这就算出师未竭 身先死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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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